今天咱们聊两个话题啊 一个是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一个是要清查减刑假释占于监外执行 这个比较绕嘴啊 先说法不能向法向不法低头啊 其实我们都知道 法律就是成属不法分子的嘛 但是为什么要强调法不能向不法低头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啊 这些年确实有一些案件 让我们心意难平啊 比如说正当防卫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正当防卫 我们很难搞清楚什么叫正当防卫 包括高层曾经一度 就是一些法院里的高层 一度也搞不清楚 到底什么是法 就是这个正当防卫 甚至于一些原本已经判诚防卫过当的事情 最后由于媒体的介入 最终判成了改判成无罪 就是正当防卫 甚至有人说 如果一些案子没有媒体介入的话 没有造成社会影响的话 这个案子可能就会判成防卫过当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不知道啊 说清楚 我这个人不是法律工作者 我对法律也是非常不清楚的 就是其实中国的法律啊 人一直是保护弱者的 一直是保护老百姓的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 包括正当防卫这个事情啊 其实我一直反对正当防卫这个提法的 因为我们一些案子 虽然说最后判成了正当防卫 但是如果我是说如果 把你放在那个位置 你真的做到了正当防卫的话 并且说是通过啊 通过啊通过媒体啊 或者通过一个律师啊 通过一些强力的手段 你要记住 我说的是强力的手段 最终确定了你是正当防卫 如果这个事情 法律认同了以后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我记住一句话 老人们的说的老话叫 就是贼是小人 但治过君子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精通法律的人 两种 一种是法律工作者 这里边有律师 有法官 还有类似于 比如说一些跟法律相关的工作者啊 就是法律工作者 还有一种就是监狱里的犯人 据说啊 监狱的犯人 他们最喜欢读的 最喜欢学的是法律 你喜欢学法律吗 你喜欢学刑法吗 你床头有刑法这本书吗 你家里有法律的相关书籍吗 这些犯过法的 进过监狱的人 他们对于法律的掌控程度 是你难以企及的 我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老百姓是不需要学习法律的 专员法律的人除了除非你是法律工作者 否则啊 你就是一个不法分子 也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普通的人对于法律的了解是非常不清楚的 那么等到事到临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时候你会落入到正当防卫的这个陷阱当中 就是最终你被人家殴打了之后 人家最后一打官司 人家是正当防卫 你别不相信 以我们普通人的这种 这种就是心理承受能力 以及处理冲突的能力 我们可以讲道理 对吧 我们可以遵守法律 但是真正等到肢体冲突 甚至刀光剑影的时候 你能不能做到 站起来 你能不能做到浑身 有力气 你能不能做到想干什么干什么 正常情况下 一个正常的普通人就做不到的 所以法律这个东西啊 我不懂 我也不懂 正当防卫到底应该是出现在什么情况之下 总之就是如果正当防卫大行其道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吃亏倒霉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这也是为什么法不能向不法低头 让步 什么叫正当防卫 这个是由法律工作者去甄别的 是由法律来规定的 法律在制定法律的时候 他们已经把所有的 这个需要考虑的地方都考虑进去了 有时候不仅仅是法律条文 比如说 强奸罪 为什么不判死刑 在正常情况下的 如果仅仅是强奸的话 为什么不判死刑 只判五年 为什么不是特别恶劣的人贩子 不能判死刑 这个从感情上讲 这些人应该千刀万剐 可为什么不去判他们死刑呢 据一些高级的法律工作者说是 为了给被害者留一条活路 在他们孤立无援的时候 在他们掉入陷阱的时候 那些施暴者 那些恶徒 仅仅是因为 知道这个事情被暴露之后 不至于判他死刑 从而心生怜悯 放被害者一条生路 所以说法律制定的时候 真的不是说 我们能够正当防卫 我们能够把怎么怎么 能够严惩被害者 这个严惩 就是犯法的人就是好的 法律制定法律是非常严谨的 是要考虑各方面条件的 所以我认为人家这次说的 法不能像不法让步 是一个非常精准的评论 而不仅仅是我们认为的 我们以后要搞正当防卫了 不是这样子的 正当防卫 如果真的定的比较细致 比较广泛的话 我们这些普通人只能落入到 恶人的这个陷阱当中 这个是非常的一个 恐怖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中国人啊 就是讲究居家莫诉讼 我们讲究以和为贵 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 基本上就有句话叫什么 两 就是两征 无好 历来讲究这个东西 一旦发生冲突 一旦的热血上头 你很难界定合法还是不合法 有人说人家打了你 还手就是护欧 其实呢 如果你打不过人家 你还手的话 只能造成你更大的这个损失 如果你不还手 能够造成对方更大的代价 希望我说的话 能明白这个意思啊 这个跟法律有关的 还有一个就是 要清查这个减刑 清查假释 清查 监外之刑 说实话 其实我们大家伙都明白啊 这些年确实有些事情 比如说以孙小果为 为首的这个 都判了死刑了 最后呢 又跑到外头来了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其实你去查他 人家每一个动作都是合法的 都是有相关的资料的 比如说我立了什么功 受了什么奖 然后一根据这个东西 我们减刑多少 然后又立了什么功 受了什么奖 然后根据这个东西 我减刑几年 最终 有人说过 只要不判死刑 立即执行 只要不是死刑立即执行的话 一般人会什么 死缓变成无期 无期变成有期 有期再改一改 十几年就出来了 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不太懂 但是传言是这样子的啊 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 但是 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年 就是关于减刑也好 假释也好 监外执行也好 确实存在好多不法的事情 当然说我没有证据 我希望我说的是假的 我希望我说的 传言当中的所有的 关于这些黑幕都是假的 我希望所有的这个假释也好 所有的减刑也好 所有的监外执行也好 都是合法的 都是应该的 而不存在任何的这个疲漏 但是我真的很难确定 因为我今年50岁 确实听到了好多传闻 但是我不能说是真还是假 因为我身边没有人有这种事情 所以很幸运啊 我身边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是真是假 我不太清楚 只是传言而已 但是既然这次人家啊 这次会上说 要清查 说明存在问题 要清查就彻底的清查一下 把这据说都一条龙服务了啊 据说有了利益链了 希望能把这个一条龙啊 给他给他给他斩落 涂了他的龙 把他的利益链断了 把相关的人法办了啊 把他们清除出这个队伍 清洁一下 有人说过 我们最伟大的地方 不是我们有多大的战斗力 而是我们有 我们自我清洁的能力 这个是一个非常 不可思议的能力 就是我们能够 我们能够自我清洁 其实我们能够再生啊 我们能够重生 我们能够涅槃重生 这才是我们最伟大的地方 说来说去啊 就是一个 最伟说去是法律的问题 一个就是清查的问题 一个就是法向不法 不能向不法低头的这么 让步的这么一个事情 其实最终还是 我们其实都明白 我们不能说什么事情 我不犯法就不做 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 都是不懂法的 我们 我们为什么 怎么能保证 我们不犯法呢 其实有句很简单的话 就是法呀 是道德的下限 说你这人缺德缺大了 才涉及到法律 这个法律的上限 就是你守法的上限 是德行好 是道德好 你德行缺德缺大德 缺到一定程度之后 才能触及到法律的上限 或者叫底线吧 就是他这个 一个人只要是德行好 法律的问题 跟他应该是很遥远的一个事情 当然说了 有人说 那我说我在街上 人家要打我 正常情况下 只要人家不动刀 尽量的不要和对方发生冲突 因为什么 我们日常不是靠打架为生 我们日常是靠工作为生 那些耗的以打架为生 以在街上这个 比如说讹人啊 或者什么为生的人 我们和人家拼是拼不过人家的 有些时候 我们那有堆狗屎 我们不踩它 不是因为我们怕那堆狗屎 不是从此以后 我们就匍匐在狗屎之下 而是我们不愿意让那堆狗屎 脏了我们的血 那么这堆狗屎怎么办呢 报警啊 让警察把它清除掉 就可以了 好 这次我们就先聊到这 再见